我都在画 老师这段时间我跟你们说 你们放假 老师我是加班加点的 我都没修一下 手上单子有这么多 我都不敢修 真的 对 所以这几天你们有空的话 可以来直播间 然后我悄悄的告诉你们 明天的话有我们的 好多新品是你们没有看过的 孙子有一些东西呢 是你们大家应该都是期待了很长时间的 所以说这几天的话 你们大家要 嗯 早点来直播间 就像今天可能有些朋友 他晚来了一点 那个碟子 他根本连演员都没有看到 就是这一面之圆 他都看不到的 对 因为没有了 都被你们抢完了 知道吗 欢迎我们的这个雷公朋友 欢迎我们的闲轮朋友啊 欢迎我们的小法师 欢迎我们的这个春水朋友啊 这个柴瑶的这个三材盖碗 是我们今年的新品 它叫玉兰花 这个呢 是我们的柴瑶的三材盖碗 我觉得这次我很喜欢 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你看这个哈 它等于你们买回去 一个东西可以做两用 首先这个的话呢 它是一个两材盖碗 你看它整个画的这个当中 就我们说出汤 这个盖碗真的很方便的 看到吗 这个手刚好 这个旋钮在这个上面 拿上去喝茶也很好 而且它里面是这个轻钮的 看到没有 上面有一首诗词 看到没有 这个是我们的推开窗的空谷幼兰 这个打上灯光 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来 给你们看一下啊 画的真的很好 这个花跟活的一样的 空谷幼兰啊 好美啊 这件看到吗 画的好细好细哦 而且还是柴瑶的嘞 他们好看吧 你看 漂亮 好看啊 非常的美 打上灯光 灯光 非常的透 好 这个碟子上呢 也画了一个这个当中的这个花 看到没有 看到吗 也画了这个花 然后我们这个往上面一放 然后呢 这个再往上面一放 你看这个效果 哦 这个碟子真的好啊 老铁我给你们讲 这个是我们的松柏堂材啊 然后这个上面的空谷幼兰 你看哈 白里面透着青柚的 然后空谷幼兰 山石这个兰花 嗯 放茶点 糕点 这个都可以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放咱们的这个盖碗 看一下 真的很漂亮 看到没有 这个碟子呢 可以放一点花香啊 瓜子啊 糖果啊 糕点啊 这个都可以 知道吗 然后呢 像这个盖碗 它是100毫升的 就我们一个人喝好茶 刚刚好 这个系列 那跟着我们老师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 这个点我才舍得给你们拿出来的 新品哦 咱们的原框茶谣的哟 空谷幼兰的啊 好看吧 这件 这个老师都没有给你们是上过的啊 好 各位亲爱的藏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我们真音大四馆直播间 瞧瞧今天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是什么呀 是你们大家都特别喜欢的 也是大家期待很长时间的 这个呢 是我们的原框茶谣的 哇 好美 这个系列 嗯 好 有一种春色叫玉兰花开 白玉醉枝头 无缕也无愁 那我们说 兰花兰花兰花 兰花很美的啊 哎 你看这个画的多么的灵动啊 是不是啊 那今天我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当中系列的 这个兰花呢 它确实 比较少见 啊 细细的这个当中的这个画片 植物的这些花卉纹饰 每一个都是那么的漂亮 你们说对吧 好 我们在上面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盖碗 无论是从它的右面 它的温和感 还是青花画面的搭配上 都是我们说特别温馨和舒适的感觉 那整个它的胎体特意是选用了咱们的防骨 你注意脚下哈 啊 看一下啊 来 咱们的这个当中 它的磁胎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它的磁胎 上面绘画了整个当中的兰花 这么雅致的这种画面 注意哈 这个当中我们说的这个画片 兰花的线条 它有延伸性的 我们在整个的盖碗上面 整个画片里面 有一种飘逸的灵动质感 你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啊 而且手绘的魅力是可以让我们的器物更加的有温度的 这个角度切到这么近 大家可以看到 而且盖碗的整个 你看它这个当中 这个旋钮啊 就我们拿在手上 它是可以很好的去什么呢 出汤的 能懂吧 老铁们 能够懂老师说的这个意思吧 他们 好 直播间的茶友们 经常让我推寻一款盖碗 那么他们经常关心的问题呢 主要是集中三个方面 啊 要好看呢 要胎子好了 要右随好了 又要容量合适了 又要这个耐看呢 那我今天 哎 给你们来看的这一件 就是老师 我给你们推寻 就是老师手上的这只盖碗 它是我们的原框茶友的 这个除了我们说符合大家的要求 而且这款盖碗的话 你们都清楚 它的整个的口颜外 是撇口颜的 整体的话 它的这种是属于那种 比较相对于传统的姿态 是比较薄的 因为这个打上灯光 你们看到了 它不是薄胎 但是呢 它比传统的那种后胎子 它是属于要稍微薄一点胎的设计 在我拿窝的过程当中 它可以快速的出汤 而且它的右面真的非常好 这款是我真的哈 特地给了老铁们 准备了为数不多的 一个我们说 画的特别好的 特别 就是我们说 这个当中兰花画的特别地道的 这个采用的是咱们的正了八经的右下青花 上面这个画的笔法 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吗 它的整个的右面 真的 它的整个的右面 笔法流畅自然 对吧 青花的整个里面的 这个当中的兰花浓淡相宜 我觉得这种随意洒脱的感觉 让我们大家是百看不厌 而且这个盖碗的话 您看啊 它的这个容量是100毫升 就一个人喝好茶是真的刚刚好 当我们再去谈论这个茶器的时候 谈论心中的美的时候 茶器的美是我们饮茶 爱茶人的审美的体现 而这一件圆框柴肴的 这个兰花的美是我们东方审美的体现 这一抹曾经的青花的经典的颜色 盛行在这个盖碗上 画在了这上面 真的 它给到我们直播间的当中的老铁们 喜欢爱喝茶的朋友们啊 这一抹青花的美是不一样的 我非常喜欢它 很秀气啊 真的很漂亮 这件 啊 好 这个买回去可以一物两用 第一个两材盖碗你单用 这个碟子的话 你又可以放水果茶点糕点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买回去 是一个东西两用的 你们说好不好 人家说折一物半一身 能在喝茶的过程当中 也是一个自我修心的一个过程 那今天我给你们带来的是 我们真一大字馆的松柏糖 给你们带来的 原矿茶要的三材盖碗 啊 那参与们 爱喝茶的朋友们 这一件真的不要错过 因为这个右面啊 包括它的画片啊 都是非常温馨舒适的 这种画片 这个叫什么呢 空谷幽兰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兰花 茶呢 是一种我们说自古以来的一种形式 一种与我们心灵深处 一种对话 所以现代的女性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在选择盖碗 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功能性的抉择 它反而是要展现这个女性的茶友们 包括爱喝茶的茶友们的一种个性 以及这个品味的方式 所以今天我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聊的 是讲咱们的女性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茶友们 不管是我们男士还是女士 在选择盖碗都可以考虑的一些因素 第一个就是它的材质和它的质感 在选择盖碗的时候 首先要考虑的是它的材质 像我们这种陶瓷的圆框柴肴的 白里面透着清幼的这么嫩的 而且我们说不同材料当中的这个盖碗 赋予了泡茶里面不同的质感 你看这么光滑的这种瓷器 手感摸上去就像那个猪油一样的 油啊嫩的 知道吗 而且的话像我们女士朋友 根据自己喜欢的喜好和手感 来去选择合适自己的这个当中的材质的 这个是圆框你的 第二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外观和这个设计 也是非常关键的 咱们的这个盖碗的外观设计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表达出了这个茶友们 个人的品味和个性 像这么精美的青花的图案 这么简洁的线条 这么青花这么秀气的传统的兰花 它是我们说在盖碗当中一个不一样的艺术的画片 特别是我觉得像女士男士哈 这个都可以 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神秘的标准 来选择一款与自己心灵有一种共鸣的盖碗 这是我们的第二点 第三啊 来好的谢谢我们的逍遥啊 谢谢啊谢谢我们的逍遥 好的好的好的好 第三个就是颜色与情感的方式的表达 也是个性的延伸 那盖碗的这款青花兰花的颜色 是表达出了我们的女性常有的女士的这个情感 和这个当中的爱喝茶友们的性格 所以这款的话你们说美吧 还有这个当中容量 像这个出汤很方便的知道吗 哎那平常喝好茶一个人用它刚好合适 有的时候我们清晨醒来像老师 我就喜欢喝一泡这种小盖碗的 喝喝茶挺舒服的 自己一个人慢慢的去品 也不需要那么过多的那种浪费 有的时候泡多的又喝不完 对吧 所以说他们想要一个我们说个性化的 又这么有文雅的 这个有艺术范的 那我觉得这个盖碗是真的很适合我们 是的 有魅力的 而且第五个第六个里面讲的 就是我们说用礼物来传情 盖碗的话是可以作为送礼的一种选择 作为礼物的话 它是可以传递温情的 关怀友情 可以使我们接受礼物的这些朋友们 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情感 还有我们女士朋友的选择盖碗呢 来作为送礼的一种方式 让对方会觉得感受到您的心意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盖碗的时候 阻打一个个性茶道的一部分 还有追求的是一种品茶的体验 还要展示自己的风格 所以这个盖碗的话 曹友们是值得我们认真去选的一个茶器 曹友们如果说你是买一个盖碗 你随随便便去用的话 那我觉得你随便买都可以 但是你想要去收藏 又是这种比较少见的材质 外观颜色 右水发色 这个都是非常关键的 你们说对吧 老铁们 所以说这一件原框茶谣的 我们的女士男士 曹友们都可以去 完全是什么 切合到自己的一个盖碗 非常的有魅力的 连我都喜欢它 我自己是特别喜欢植物和花卉纹饰 特别是兰花 兰花它是非常的灵动的 它也是我们四君子当中 非常特别的一种花卉纹饰 你可以看得到 这么美啊 这个兰花 空谷幽兰 好了 今天晚上直播间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个朋友们 此时此刻在直播间呢 大家想要咱们这件原框茶谣的盖碗的 在直播间的打个一 我确保你们都在了 来今天我们要开始 咱们马上十一点半的活动了 现在小助理 你去给我后台选两个打了一的 后台招待一下 你呆着也是呆着 你打一个一也是呆着 不打白不打 好的老师 不要白不要 来看一下有多少朋友们 咱们家的Linda 还有谁 哦 小小 还有我们的 谁 哦 还有我们家的东北朋友是吧 哦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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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ICK 谢谢大家